上班以后慢慢发现 每天的早餐不是面包 就是粉面 今天想给自己来点不一样的 那就做得丰盛些吧 华夫饼的配方都在字幕里哦 平时用三明治鸡 你们是不是都是简单的压个三明治呀 今天这个连25岁的小孩都爱吃哦 首先来制作面团 加上字幕上的所有材料 揉成面团以后再加入融化好的黄油 放在温暖处发酵到两倍大就好了 排气以后搓成一个个的小团子大小 大小嘛自己喜欢就好了 九阳三明治鸡预热三分钟 不用放油直接放入小团团 烤三分钟左右 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 这样还有这样香喷喷的迷你花子球啦 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哦 外壳酥脆 内心柔软 一次吃十个也太过瘾了吧 对于爱吃甜食的我 抛开提重不说 甜食不仅让我有愉悦感 还填满了我的幸福感 今日份能量 紫薯华夫饼和迷你甜甜圈 配比你们记得看字幕哦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适当的仪式感很有必要 虽然生活不易 但也要好好爱自己哦 有小伙伴私信说 想要做些简单美味的下午茶 正好家里还有面粉和牛奶 只要平底锅就可以搞定的松饼打和包包卷 记得查收呀 下锅以后小火 等到面糊表面冒大气泡 就可以翻面了 放上喜欢吃的水果和蜂蜜 松饼塔就做好了 剩下多的还可以做颜值超过的包包卷 香香甜甜的一举两得呀 再来一杯草莓奶昔 是精致的聚聚女孩下午茶 没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